大家好,我是安大雄 上回咱们说到了 打破精神交互作用的重点之一 就是解决思想的矛盾 心理的冲突 认知的偏差 那森田教授呢 也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法 就是顺其自然 或者叫顺应自然 服从自然 说实话呀 第一次听到呢 很容易就认为 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好像生活中不管遇到啥事 只要说顺其自然就好了 感冒了顺其自然吧 考试没考好顺其自然吧 肯定是没毛病的 但是呢 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和可操作性 好像只是不疼不痒的安慰 就像对女生说多喝热水一样 如果没有深入的去了解 就很容易认识到表面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带着问题去思考 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要顺其自然 为什么要提出顺其自然呢 什么是思想矛盾 心理冲突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 叫两支箭 第一支箭 伤害自己的 是来自生活中的事情 比如说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身体受伤 生病 或者事业失败 失恋 等等这些客观的事件 这个呢 很难避免 还有第二支箭 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不满 不接受 不愉快 思维上反复的纠结 苦闷 担心 恐惧 这是自己设向自己的 第二支箭 也就是我们的思想矛盾 内心的冲突 挣扎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它不应该这样发生啊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为啥就不能像我想的那样呢 或者呢 就担心这个事 会不会影响到未来 会不会要命啊 主要就来自思维上的加工和想象 那心理上的冲突 就来自我们主观上 认为的应该如此 但愿如此的愿望 与客观的事实如此 与实际情况之间 发生了冲突矛盾 比方说失恋了 自己不希望发生 但事实呢 就是发生了 对方呢 也可能一清别恋了 已经不可挽回了 内心的痛苦 就是来自对事实的不接受 希望两个人 还能像以前那样天天秘秘 越是不接受吧 情绪越是悲伤难过 再比方说 上台发言紧张 或者社交恐惧的朋友 总是希望自己不要紧张 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很好 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好 会不会被人笑话 但是事实就是紧张了 越想让自己不紧张 越是自责 反而就更加紧张 一紧张嘛 也就真的表现不好了 想法和事实 经常是不一致的 但如果自己总是希望 事情能够按照自己 设想的发展 总是希望能如愿以偿 甚至想要随意的控制和安排现实 越是执着 越是较劲 反而适得其反 最终呢 是愿望也没有实现 情绪还很焦虑 既然说到了思想的矛盾 就不得不提什么是思想 什么是想法 什么是想法呢 说到想法思维 就离不开语言文字 就是我们描绘客观事物的 一种抽象符号 比如说天上的太阳 那人们呢 就用一种特定的符号来表示 比如说咱们中国的甲骨文 画个圈中间点个点 这就是代表太阳 当然其他国家还不一样 然后呢 大家看着这个符号都认同 都说好 就约定好了 那这个符号呢 就是带着天上那个圆圆的 白天有 很亮 很温暖 晚上没有的那个东西 逐渐的 人们就把各种事物 也都安排上了 名称符号来带着 就有了语言 然后可以互相之间 用这些符号 也就是文字语言进行交流 比如说有个问题 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呢 没有语言 那每个人都得出门抬头看一看 有了语言呢 就省事多了 就有一个人出去看看天 喊一嗓子 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出太阳了 大家口口相传 也就不用出门看了 说到这里 我们的思维 就离不开语言和文字 我们的思想 思维 实际上是一连串的 对事实的描述和说明 或者思考和推理 但是它本质上 始终是一种抽象的 代指符号 不是事实本身 就像我们口中说的太阳这个词 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更像是指着太阳的手指 是对太阳的一种描述 也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 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 只是像照镜子一样 就像镜子里的自己 始终不是真实的自己 它只是一个像 或者像拍视频一样 大家看到的我 就是每秒钟25帧的影像 并不是真的我 也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思维 记忆思考 也像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影像 可是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自己不能飞 除非是在想象和梦里才能飞 但是有时会误认为 可以用思想 来控制很多的东西 好像可以随心所欲 比方说 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心跳吗 想让它跳多少下 就跳多少下 当然不可能 那紧张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自然就跳得快 平时坐着不动 就跳得慢 身体有它运行的规律 我们能控制的 只有神经的末梢 像是胳膊腿 肌肉的运动 那么我们能不能控制 自己的情感 也很难 比方说 不管告诉自己多少遍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但你真的站在高处 往下看的时候 还是会很本能的恐惧 头脑中 还会闪现自己 跳下去的画面 然后心头一紧 腿发抖 身子往后退 而这怕死的情感 就是身体的本能 也是我们无法控制和消灭的 那更不用说 对于想法 自己不可能用想法 去去除想法 越是想要忘记一个事情 否定这个想法 反而会产生矛盾 结果反而记得更清楚了 说到这里 那我们的思想矛盾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 把内心产生的 想象的 这个虚拟的像 用思维模拟出来的 这个结果 把它跟事实放在一起 发生了冲突 而且呢 我们仍然执着着 想要让现实 去适配自己的想象 这肯定是做不到的 我们先来看 森田教授的一段原文 怎么样才能打破 这种思想的矛盾呢 一句话概括 就是放弃人为的笨拙意图 而应该是顺从 那客观存在的自然状态 企图依照人为的设计 随意支配自己的想法 就像是想让河水倒流那样 不能如愿以偿 就会徒增烦恼 就会承受难耐的痛苦 这是必然的 那么什么叫做自然呢 夏热东寒是自然 希望不觉得热 希望不感觉冷的想法 是人为的 顺从并能忍耐 这属于自然 对此恐惧 对灾难的悲伤 讨厌不快 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 就要抒发感慨 这都是人之常情的自然流露 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 进一步来看 就像睡觉睡过了 头就昏沉 吃多了 胃就不舒服 受到惊吓 就心计加剧 也都是人 接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表现 其中的因果规律 是无法逃脱的 对此 光想适合自己 是不行的 除了顺从自然 别无他法 其实很简单 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 难过也好 悲伤也好 焦虑紧张也好 这就是当下真实的状态 当你想着 哎呀我过去多么多么好 我将来要如何如何 这就是一场梦 这全是在你头脑中的想象 它就不能等同于事实 当你想着 哎呀我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 我爹要是马云就好了 我要是中五百万彩票就好了 我要是财务自由就好了 这还是梦 同样的 对疾病的灾难想象 担心自己会不会死 会不会疯 会不会自杀 这也是梦 我能不能不受罪 我能不能立马就好 能不能立马不紧张 不恐惧 这还是梦 这些都是来自思维 思维就容易去评判现在 是好是坏 是对是错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还有回忆过去 和想象未来 但这些全都是想法 就像是自己当编剧 加的戏一样 拍了一个小电影 全都是镜中花 水中月 了不可得 但是我们自己执着 执着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虚无的想法 是一个不存在的 对现实的想象 甚至因为这些想法 反而产生了焦虑恐惧 产生了冲突矛盾 然后自己又想 我不该恐惧 我怎么这么胆小呢 我要强大 我要有信心 我要战胜它 其实这些 还是自己制造的一种设想 那么怎么样 才能远离这些执着呢 当看到它的本质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镜中花 水中月 本来就不存在 那为什么还要消灭它呢 你怎么能够消灭一个 本身就不存在的东西呢 既然它只是你头脑中的想法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什么也不用做 什么也不用管 无需理会 它之所以是一个烦恼 是一条赶不走的狗 正是因为自己否定它 盲目地认同它 或者认为它不应该出现 不愿意让它出现 但事实它就是出现了 无论它好坏对错 这都是思维的评判和想象 事实本来它就没有发生 也不存在 这些想象都是自己家的戏 那为什么还要赶走它呢 所以 那就不需要花心思对付它 只需要放弃改变 不再执着它 然后自然就回到真实 真实就是当下的自己 当下的事情 就是感受你现在听到了 看到了 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 这才是真实 回到真实 就是摆脱这些 本就不存在的烦恼 就像森天教授 在书中所说的一样 当你以事实为真的原则 看待客观事物时 看到鲜花则心情清爽 看到牛蒙则心理厌烦 对死恐惧 对生快乐 无论什么事都可以随心所欲 归根到底 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游戏罢了 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 吃到好吃的能高兴就很好 为生的欲望而奋斗 对每天的成果感到满足就可以了 走路时 双足前后交替运动 没有必要专门命名谁前谁后 人生旅途上 经常随时陪伴着苦与乐 也没有必要去专门定名 这是什么苦 或者什么什么乐 只需要对各个时候的事实 给予实事求是的承认 就很好了 其实森田疗法是一种无为法 是一种智慧 是为了去除妄想执着 它更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让无来为 无不是没有 无是时间 是自然规律 是一切的源头 是推动这个世界发展运行的动力 甚至是超出我们思维理解范畴的存在 就像是太阳会东升西落 这是自然规律 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 也是自然生灭的 你像山一样到达顶点 然后下落 想法也是如此 是随着时间 当前的事情 还有情绪和身体等等因素所影响 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配合自然的变化 把自己放在自然的后面 不去控制现实 变成自己认为的那个好 就让它先这样吧 去舍弃思维上的这些执念 那心自然就能回到当下 然后做好现在能做的 这就很好 像是自己想要通过思考 得到某个答案 比方说人生到底是有意义呢 还是没意义呢 那思维只能进行二元对立的信息加工 有或者没有意义 但事实上 我们并不能够体会什么是无 体会不到没有 无是相对有而存在的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思维得到的答案 它不管有无 它始终替代不了体会 自己追求的有意义有价值 它就不是凭空得来 它就是一种落实在生活中的体会和感受 它不是想出来的 是做出来的 比方说 自己担心别人会不会看出来自己有病 担心会不会被别人嘲笑 这些 其实都是在头脑中排练的一场戏 拍了一个短视频 一个小电影 电影是源于生活的 但它不是真实的事 别人看出来了就看出来了 没看出来就是没看出来 一切以事实为真 所以长在别人身上 咱也控制不了别人的评价 那还不如不控制 就随他们去吧 对自己的紧张焦虑也是一样 做好眼前的事情 你不需要刻意地去消除他们 当你越来越投入的时候 这些情绪自然也会离开 再比如说在惊恐发作和焦虑来袭时 当身体已经聚足了发作的条件 那箭在弦上 它就不得不发 你越是想要控制和摆脱 就是在制造内心的矛盾 不能发作 不该发作的想法和事实就对立起来 反而更紧张了 那消除对立的方法 就是不再控制 这就是身体的自然规律 是人为所不能操控的 我们顶多就是配合自然 去做一些放松来缓解 调整好心态 然后不再给自己的身体增加压力 但想要通过某种巧妙的方法 不让它发生 躲避它发生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已经具足了发作的条件 怎么能不发呢 自己想用这几十岁的思维 去操纵进化了数百万年 甚至上亿年的身体 是完全做不到的 失眠的朋友也是一样 汪汪也是在内心的矛盾中度过一夜 认为自己不该失眠 不能失眠 影响明天的状态怎么办呀 那失眠让自己身体不好了该怎么办呀 很想要睡着 但是什么时候能睡着呢 能不能睡着呢 这本来就是身体的事情 我们无法控制 也无法预测 而自己对睡着的执着 反而制造了冲突 自己想要睡着 但事实就是没有睡着 不断的失落和焦虑 反而就更加睡不着了 那还不如不管了 爱睡着睡不着 我现在躺着也很舒服 不是吗 也是一样在休息 睡着睡不着都很好 对未来焦虑的朋友 每天也是在想法的纠结中度过的 我将来要成功 我天天想着自己将来要如何如何 也会经常给自己制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自己认为的那个对错 那个成功和失败 真的一定就是好的吗 真的有确定的成功和失败吗 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呢 或者是一种想象呢 其实站在人生的整个跨度上来说 我们很难知道怎么选择是对的 怎么选择是错的 因为从长远来看 可能当时对的选择 不见得就一定能让你快乐 当时看起来是错误的 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 所以 现在就先顺着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方向 边走边说呗 对吧 走着走着 路就出来了 还有疑病的朋友 对死亡焦虑的朋友 也要认清一点 死亡或者是生病 也几乎是我们不可预知的 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死亡的结局 这就是自然 人为是抵抗不了的 那还不如不控制了 把自己就交给命运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让命运来安排这一期 我们自己呢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把每天过好就可以了 其实顺其自然太简单了 正因为它简单 所以很难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 但实际生活中 一切事情 像是工作 兴趣爱好 运动 跟朋友聊天 养猫养狗等等 都可以实践它 有些朋友就会想 那我舍弃自己人为控制的这种想法 那我就没有动力了 那我该怎么奋斗呢 那怎么成功呢 我就没有一个目标了呀 我也就没有动力去康复了呀 我必须要有目标才能前进嘛 其实这完全不矛盾 顺其自然就没有让你放弃目标 去随波逐流 它不是消极 顺其自然是放弃执着 正是有这些内心的矛盾 这种迷惑和执着 才阻碍了你成功 把头脑中的包袱丢掉了 内心清静了 咱们才能轻装上阵 这样的状态才最能让你成功 那紧张焦虑 给自己加压 这种方式暂时可以提升战斗力 但长时间可不行 这就是一种消耗 顺其自然 不是让你完全都不管 而是摆正自己的位置 去配合自然 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一样 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 每一天也是一样 人早上起来开始忙碌 到了晚上就该早点休息 说回开头的两只剑 第二只自己射自己的剑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 和客观事实的对立矛盾 但事实上 它也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与自然是一体 只不过是在思想中 制造了这样的区隔 自认为可以控制很多事情 但无论你怎么区隔 无论你顺从也罢了 不顺从也罢了 我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让内心平静的方法很简单 减少思维中虚拟的评判 事实如此 就让它如此 自然就没有对立的矛盾 我们主动地与自然合一 去跟随当前状态的变化 来安排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恐惧时就是恐惧的 不再奢望摆脱恐惧 那恐惧也会依照 情感自然升降的规律而消失 乱七八糟的想法来了 那就让它来 不必刻意消除 只是知道就够了 然后继续做眼前的事情 它自然会消失 慢慢地自然也就忘掉了 对未来很担心很迷茫 那就先跟随着命运的脚步 先走着 不用追求什么确定 也不用担心未来会有什么选择 到那个时候 自然能够随机应变 就算当时没有答案 时间到了 内心的直觉也会帮你做选择 后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把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放在后边的位置 把当下放在第一位 先配合现状 做好自己该做的 没有对错是非 只是如实地观察 如实地接受 他要来就让他来 要走就让他走 一切都很好 那么逐渐地 头脑也就不再迷失了 杂念也会减少 头脑上没有障碍的时候 自然内心 也就逐渐地回归当下 心里的烦恼 也就渐渐地止息了 其实说起来 森田疗法更像是生活哲学 用这样的心态去生活 自然焦虑就会减少 这也是咱们现在社会所缺乏的 其实咱们从小到大 每天的状态呢 就是不停地追逐自己脑子里的目标 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己 其实顺其自然的中心意思 跟现在流行的正念冥想是很相似的 那正念练习就是让咱们不去评判 就是体会当下的感受 也就是从头脑回到心 当然不是说让你不思考了 不能思考了 遇到问题该想问题还是要想 但是要知道 思维它是局限的 思考和知识 替代不了身体力行的体验 逻辑在缜密 也替代不了直觉和情感 想法太多还容易把你带跑偏了 就像最近的电影《心灵奇旅》一样 表达的呢 也是让我们去用心体会生活的每个瞬间 不必执着所谓的梦想 回归当下真实的生活 这才是幸福快乐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呢 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恐惧 我是安大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